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水和冷是用在讨论离子晶体的溶解度 一般而言离子晶体对水溶解度都非常大 这是因为水它是一种电流极 它是有极性的分子 所以水分子容易围绕在阴阳离子的周围 就这样子 像Lewana晶体里面的钠离子 周围会有水分子禅绕 我们讨论下水分子 它的形状这样子 这里有两对固电子对 所以氧原子这里带部分负电荷 两个氢原子部分正电荷 所以水分子具有极性 所以这个氧原子就会接近这个钠离子 这里也会有 就把它包围起来 就会溶解在水中 周围也会被水分子包围 它带负电 但这里氢这个带正电荷 所以这样可以使整个水溶液系统能量降低 所以这种过程我们叫水和作用 而它的能量变化 我们就称为水和冷 而这个水和冷一定是放热反应 热化学方程式我们这样表示 我们用点化钾来举例子 固体的点化钾浓到水中变成水溶液 这个方程式怎么来的 两个步骤 第一个我们利用金格仁 气态的钾离子跟气态点离子 形成固体的点化钾晶体 我把它反过来写 就变这样子 金格仁本来是放热 反过来写就变成吸热 所以这个第二台曲就变成正的632 每末千交 再我们写水和冷 气态的甲离子跟气态的点离子 跟水作用水和作用 就会变成甲离子在水溶液态 点离子在水溶液态 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数据是负63每末千交 这个就是水和冷 所以这两四加起来 就会得到这一四 而这个加起来 这个第二台曲 π是正的 就代表说点化钾晶体 融到水中 是一个吸热反应 所以温度如果越高 溶解度就越大 所以可得到结论 只要金格仁的绝对值 大于水和冷 就属于吸热 就属于吸热 我们这样写 因为有可能小于 吸热反应的话 温度越高 溶解度就越大 那如果金格仁绝对值小于水和冷 绝对值的时候 这就是放热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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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越高 溶解度越低